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阳光明媚春仰然 所以呢我想先请大家欣赏两幅应景的美图 大家看到第二幅图的时候 估计已经认出来了 这画中的人物是谁 没错就是孔子 那么第一幅的那位帅哥又是谁呢 巧了还是孔子 第一幅画像的名字叫孔子为鲁斯寇像 第二幅画像叫孔子行教像 始画于清代 这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子的相貌 第二幅画像中的孔子 一看就是一位温厚的长者 千寻有礼 这样的一幅人畜无害的样子 让很多人都愿意与他亲近 如果说长成这样的人会伤害别人 会杀人的话 恐怕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怎么可能呢 除非像有些电影小说里说的那样 这样的人有双重人格 否则的话 所谓像游新生 长成这样的人 是不大可能是伤害别人 更不可能会去杀人的 而第一幅呢 我们一定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长成这样的人 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的话 那么恐怕都无需经过审判 就会被直接拉出去毙了 这怎么可能会是孔子呢 画这种像的人到底居心何在 他画的是孔子吗 墨碑是对着镜子画的实际是自己的相貌 这幅画的作者已经不可考 不过或许他也觉得 他画的孔子像有点荒腔走板 所以呢 他特意限定了孔子这个相貌的时间范围 这是孔子做鲁国司寇式的画像 大家看到了 画像中的孔子是身着冠冕 那是一套官府 又或许 画家是想告诉我们一段 在这个画像背后的故事 就是孔子杀了人 孔子在做鲁司寇期间杀了人 所以才会如此的面露凶相 孔子可是圣人呢 几千年来他就是仁义的化身 他怎么可能杀人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桩千古弥案 孔子杀邵政卯案 据荀子有作片记载 孔子为鲁摄政 朝七日 而诸邵政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孔子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期间 曾经涉行相事 在他奢相七天以后 就杀死了孔政卯 孔政卯又是谁 孔政卯姓孔政明卯 孔政是周朝时期的一个官职 所以后世的人就以官职为姓 就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司徒司马等等 关于孔政卯的身份 有可能有两种 一种呢 是孔政卯是当时鲁国的一名官员 是有官职在身的 在后来的一些史书中 也特别指明 孔政卯是乱政大夫 那也就是说他当时确实是有官职的 再一种身份呢 有可能是孔政卯在当时就是一位闲人 他的祖先曾经担任过孔政 但他现在不过是闲人一个 就像司马南跟司马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样 不管孔政卯是官还是民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肯定不是当时一般的老百姓 他应该属于是士大夫阶层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杀了他 不光我们有此疑问 当时的孔子的那些学生们 也发出了同样的质问 当时很多的学生都质疑 其中有一个敢说话的弟子 叫子贡的 就大胆的上前去问孔子 为什么要杀了孔政卯 说夫孔政卯 鲁之文人也 夫子为政而始诸之 得无失乎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杀孔政卯的原因 肯定不会是向他正常行使公权力 对人做出处罚那样的合情合理合法 甚至于他自己的弟子 对此都深怀疑惑 那么孔子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孔子说 居物欲辱其故 就是说你坐下来 我慢慢的告诉你 双方落座以后 孔子慢慢到来 说人有五种罪恶 五种罪恶居其一 当受君子之诸 而邵政卯呢 则是五项罪恶都占权了 可谓是五毒俱全 所以必须要杀他 那这五恶都有什么呢 孔子继续说 第一呢 是说心达而显 就是说这个人心里的什么都明白 但是内心险恶 知道是错的 还要去做 明知故犯 听到这句 大家会不会联想到现在的一些公知 其实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 但还是专注于误导他人 这些人并不是傻 而是真的坏 第二种罗 行辟而今 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走偏道了 但是仍然是执迷不悟 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个地方的石头 又丑又硬 第三是眼尾而变 就说这个人说假话 说的是天花乱坠 特别善于狡辩 属于无理较三分那种 第四是既丑而搏 是说这个人专门看那些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的现象 专门收集那些负能量 这样的人毕竟充满力气 最终是害人害锦 一定要远远离至 第五是顺飞而则 是说知识那些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言论 并且为这种思想名罗开道 加以修饰 看到子宫听着有点蒙圈 孔子又进一步的补充说 说像邵正宝这样的人 他住在哪里 就会在哪里聚集他的门徒 他一开口就足以妖言获重 这种人乃是小人之中的豪杰 不可不杀 我杀他就像当年的商汤杀隐邪 周文王杀攀旨 周公弹杀管叔那样 这些人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 但都居心险恶 不可不杀呀 然后孔子又感慨到 忧心悄悄 温于群晓 意思就是说小人成群 那还了得 从孔子的举动中 我们不难看出 恐怕他自己也认为 杀死邵正宝的理由 卑鄙寻常 所以他才要将自己的弟子 请入室内 然后坐下来 慢慢的向他解释 除了寻子又坐 对这件事情有所记载以外 另外的一本先秦的文献 叫尹门子 也有同样的记载 内容的基本上差不多 到了西汉时期 司马迁的史记 对此也有一番记载 史记明确了事情发生的时候 孔子是56岁 那时候是鲁定公14年 而且还提到了杀死邵正宝的原因 并不是像荀子中所记载的 是因为武恶 而是说邵正宝有乱政 再后来 东汉末年王素 所编的孔子家宇中 对此事也有记载 王素就是王凯的父亲 王凯可能大家一时想不起来 但一提到与石虫斗妇 大家可能就知道 就是那个王凯 孔子家宇中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特别提到邵正宝在被杀以后 还被曝师于朝 以警效忧 而之所以要杀死邵正宝 原因还是出于武恶之说 那么孔子杀邵正宝的真正原因 就是因为武恶 或者是政治原因 说他乱政 东汉时期的王冲 在他的论行中 有了另外一番解释 他是这样说的 邵正宝在鲁 与孔子并 孔子之门 三迎三须 唯严冤不去 严冤独知孔子圣也 这就是说 在当时鲁国 邵正宝是与孔子齐名的人物 这叫与孔子并 那两个人都是广收弟子 但或许是邵正宝的课程 更加精彩 所以很多孔子的弟子 后来都转头到了 邵正宝的门下 孔子的课堂里 刚刚招门员 邵正宝那边一开课 学生们就都跑光了 大家可以想象 当时的孔子 是怎样的一种沮丧 王冲虽然没有明说 孔子杀邵正宝 是因为学术思想不同 或者是嫉妒等 某种个人恩怨 但是他这么写 总会给更多的人 你遐想的空间 认为孔子杀邵正宝的理由 并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 坦坦荡荡的 这也就难怪 王冲的论横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被视为禁书 因为其中有诋毁孔子 厚辱其先的言论 邵正宝到底该不该杀 按照孔子所说的五恶论 邵正宝犯的是思想罪 或者说是言论罪 按现代人的观点来看 当然是不该杀 即使是放在春秋时期 不以现代人的观点来苛求 仅凭五恶之论 就将邵正矛处死 也确实是有失公论 如果任何一个犯有五恶之罪的人 都要被处死的话 那么在当时又要杀死多少人 如果不杀死别人 只杀死邵正矛 这明显也是对他的不公平 如果孔子是因为私人原因 因为竞争失利 而杀死竞争对手的话 那这个理由就更加的不充分了 甚至非常的恶毒 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了董忠书的罢处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成了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独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孔子的地位也在不断的被拔高 这时候再来评论孔子杀邵正矛的理由 也就变得越加的唐人皇之了起来 变成了基本上统一为孔子是用正义之剑 斩断了邵正矛这个即将获国殃民的奸凶 虽然基本统一了杀邵正矛的理由 但同时也没有否定一个事实 就是孔子真的杀了邵正矛 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 终于有那么一天 有那么一个人站了出来 或许他觉得孔子杀邵正矛的理由 虽然已经很唐人皇之 但是呢 仍然有所缺憾 仍然不免会给孔子抹黑 作为儒家学说的新一代的掌门人 他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污点 泼在他敬爱的孔子身上 于是他就从历史文献中查找资料 然后得出了一个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观点 就是孔子从来没有杀过邵正矛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 就是我们在上一期中谈到的朱熹 朱熹以及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名儒 所以不会像泼妇骂间一样 就不断的喊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 而是通过查考史料 收集了一些有利的证据 来证明孔子并没有杀邵正矛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孔子是主张仁的 仁是整个儒家学说的核心 当年季康子曾经问证于孔子 如杀无道已就有道何如 孔子回答说 子为正焉用杀 也就是说孔子是不建议 在政治道中使用杀戮的手段 第二如果孔子真的杀了邵正矛的话 那这肯定是一件大事情 那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在春秋时期的论语中没有记载 在其后的孟子中没有记载 而直到了战国晚期 他在荀子中有所记载 荀子之前的左传国语中也没有记载 而在左传国语中 经常会有一些对孔子不利的记载 如果孔子真的杀了邵正矛 编写左传与国语的人为什么会错过如此好的素材 第三孔子杀邵正矛的时候 那是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 一般的诸侯都不能轻易的处死士大夫 何况是诸侯下面的一个代理国相的大司寇 他怎么能有权利杀死另外一名大夫呢 他怎么能有权利杀死另外一名大夫 第四时间不对 据史记记载魏陵宫三十八年 孔子来陆如鲁 意思就是说在魏陵宫三十八年的时候 孔子来到了魏国 魏国国君给他的奉录 跟他当年在鲁国时是一样的 魏陵宫三十八年相当于鲁定宫十三年 那也就是说在鲁定宫十三年的时候 孔子已经离开鲁国来到了魏国 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鲁定宫十四年的时候 杀死邵正矛呢 还有就是关于邵正矛这个人 既然邵正矛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吸引走孔子的学生 那么在当时他应该是有很高的名望 那么为什么先秦的诸多文献 对此人竟然没有一字的介绍 所有关于邵正矛的记载 都是与孔子杀邵正矛一案有关的 除此之外 关于他的思想言论史料中只字未提过 再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孔子 朱邵正矛这件事情事实 史料无误 但孔子没有杀邵正矛 朱在这里并不是只杀的意思 而是取他的原意责备的意思 也就是说孔子是把邵正矛骂了一顿 然后就没然后了 不得不说呀 这些观点有些还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了 也会有很多的反对观点 他们认为自秦朝焚书坑儒 以及项羽火烧阿皇宫以来 大量的先秦文献被毁 那么论语左撰国语中 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或许也不足为奇 也许关于此事记载的那些文献 已经在这些浩劫中被毁坏了 如果简单的就义 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 就否认那段时间的历史事件的话 那么整个西州的历史恐怕都要改写了 再有最早记载此案的 并不是一些恶意诋毁孔子的著作 而是建筑于像荀子、司马迁 这样的儒家人士的著作之中 所以这肯定不会是捏造事实 对孔子的恶意诋毁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孔子杀邵正矛这件事情 已经得到了荀子、以门子、史记、说怨、论恒 等诸多重量级历史文献的佐证 确有其事 那么简单的通过一些逻辑来推断 孔子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这个理由似乎是没有那么充分 即使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史料 比如说关于孔子在鲁定宫14年的时候 他到底是在鲁国还是在魏国这方面的记载 但如果引用的历史资料有误 这样势必就会造成以假乱真的情况出现 所以孔子是否真的杀了邵正矛 这也就成了千古的谜案 在朱熹之前 结论应该是肯定的 而在朱熹之后 很多人开始认同朱熹的观点 但也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仍然坚持认为 孔子确实杀了邵正矛 比如说上集我们提到的那位 谈和朱熹的审计组 在他的和朱熹审扎中 在他列举了朱熹的几项大罪以后 就建议宋宗说 西为大奸大队 请加邵正矛之珠 所以审计组肯定是相信 孔子杀了邵正矛的 一千多年来 关于孔子是否真的杀了邵正矛 一直是争论不休 其实人们在乎的 并不是邵正矛死的到底冤不冤 而是孔子的形象 自西汉霸出百家独尊如数以来 孔子的形象已经渐渐的神圣化 他已经成了孔圣人 一个近乎于神的存在 所以对他的形象的要求 也就越来越高 容不得一点诋毁 哪怕是有争议的诋毁 所以大部分人心目中 孔子的形象 应该是我们在视频开始时 那第二张孔子画像的样子 那样的温和 那样的千功有礼 那样的平易尽人 从五官上看 也是慈眉善目 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 而在最早的文献中 关于孔子的相貌 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最早说孔子相貌的 应该是庄子 庄子曾经说 孔子的身材是 修上而屈下 墨楼而后耳 就是说 孔子是上身长 下身短 两只耳朵向后长 而最早记载孔子五官长相的 恐怕应该是 荀子 荀子曾经用四个字 高度概括了荀子的相貌 说众尼之壮 面如蒙奇 蒙奇就是人们在做驱鬼仪式的时候 经常戴的一个面具 既然是驱鬼 那么所戴的面具 自然要比鬼还难看恐怖 孔子的面貌确实称不上是正常 按照荀子的这种说法 孔子应该是不敢去照镜子的 因为自己能把自己吓死 大家看孔子的画像或者塑像 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 孔子的两颗突出的门牙 就是爆牙 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看来 这似乎是不大美观 有损形象 而在古人看来 这是仁德的面相 是圣人的象征 比如说周五王 以及南唐后主李玉 李玉不光有贫耻 还有重铜 不过很奇怪为什么李玉没有称圣 而是称了怂 在这幅画像中 我们看到的孔夫子是温文尔雅的 一派文人的气象 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孔子 还有他孔武有力的另外一面 大家知道孔子的身高很高 在西汉海昏侯墓中 出土的一扇屏风中 有孔子的画像 据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孔子画像 从画像中我们看出孔子身材瘦高 有点驼背 孔子是个高个子 这一点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有多高 有人说是九尺六寸 和现在是两米二以上 还有人说是九尺 差不多一米八一米九的样子 不管是哪个高度 在当时普遍的一米五一米六的鱼云众生之中 孔子绝对是一个常人 史记说孔子长九尺六寸 人界为之常人而易之 孔子不光是身材高大 而且武力值应该也是报表的 他自己曾经说过 勿少而见 故多能必是 就是我小的时候身份低贱 所以很多粗陋的活我都能干 吕氏春秋中记载 孔子之竟能举国之官 而不以利闻 就是说孔子的力量 足以举起国门的巨大的门栓 但他并不是以利而闻名 孔子的身高力量应该是来自于遗传 他的父亲舒良和 就是前举重世界冠军 当年作战的时候 曾经双手托起了鲁国的城门 而孔子又是六亿结晶 六亿中有骑射二亿 那也就是说孔子的剑术和驾驭之术 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那个彪悍勇武的孔子 他已经成了孔圣人 成了一个近乎于神的存在 所以他的形象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变成人们希望的样子 尽管这或许并非是孔子 所希望的样子 自被独尊以后 儒家思想就在这块 本该是百花齐放的土地上 孤独的生长着 被冠以具有强烈排他性的 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 像极了头戴光帽的大思寇孔子 眼光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强横和骄傲 这样的面孔我们看的太多了 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的画册中 我们见过了无数张这样被权力扭曲的面孔 身着官服 在真实世界中的孔子会不会杀邵政毛 当然有可能 因为权力是私欲的最好的催化剂 而头戴无声金千功有礼的孔子会不会杀邵政毛呢 应该就不会了 因为他已经是圣人 近乎于神的存在 而圣人自然是完美无瑕的 就好像村中的李二狗发了财成了李源外 在发迹之前 他曾经偷过邻居家的鸡 那么李源外有没有偷鸡呢 李源外没有 偷鸡的是那个李二狗 平心而论 即便孔子没有被丰盛 他同样具备被人歌颂的资格 毫无疑问 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己欲利而欲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树之道 他见贤修其言 见不贤而自省的道德修养 以及他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 不管是在他的那个时代 还是在以后 都闪烁着独特的思想光芒 但当他本人 以及他的思想 被政权机器标榜为圣人完人 捧上神坛的时候 他独特的光芒 就变成了吞噬其他思想的烈焰 或许是因为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总是那样热切的期盼着圣人的出现 因为只要圣人出现了 一切就会变得简单了 我们只要追随他就可以了 不用犹豫 不用质疑 他一个人的思想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思想 于是 在中国历史上 国家机器就会不断的炮制出 一个又一个的圣人 让人们去膜拜 然后国家的意志 就通过圣人之口 成了这个国家的行为准则 就这样 圣人们你方畅霸 我登场 而造成的结果 从一个角度来说 就恰如庄子所言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因为圣人与大道本来就是硬帝的两面 圣人有一天会变成大道 或者圣人本来就是大道 不管是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历史上 那些曾经被民众们热切崇拜的伟大领袖 比如说希特勒 萨达姆斯大林 最终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子民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圣人伟大领袖的光芒突然失去 我们看到的只能是那张我们熟悉的被全力扭曲的脸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